本期视频我们将解决如何连接Insta360影视Titan 请在您的手机、平板或电脑中下载并安装Insta360 Titan客户端 我们将首先为您展示如何使用无线方式连接Titan 首先请在控制面板上开启WiFi功能 将您的手机或电脑连接至Titan的WiFi热点 默认密码为8个8 成功连接后相机显示屏上会显示一个IP地址 打开Insta360 Titan客户端 输入相机显示的IP地址 点击连接 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展示如何通过网线连接Titan 进入Titan的相机设置菜单 将Ethernet设置为Direct模式 将网线一端连接至相机 另一端连接至电脑 如果您的电脑没有Ethernet网口 您可以使用Ethernet网转USB转换器连接 成功连接后 相机显示屏上会显示一个IP地址 将电脑网络设置为静态IP 地址为192.168.1.100 紫网研码为255.255.255.0 在电脑上打开Insta360 Titan客户端 输入相机默认IP地址 192.168.1.188 进行连接 您也可以使用DHCP模式连接Titan 在Titan相机设置中 将Ethernet设置为DHCP模式 使用网线连接您的相机和路由器 请将路由器的IP分配方式设置为DHCP 通过网线或WiFi将电脑连网 请确保相机与电脑同处于同一个网络内 打开Insta360 Titan客户端 输入相机上显示的IP地址 进行连接